好 接下来我们看练习四 练习四的话 在第一部分是分音节 这部分可能会有一两个地方 有一些争议啊 也欢迎你如果有不同想法的话 大家可以交流 来看第一个 阿们 阿们 还说你用了什么规则 我们也稍微提一嘴 在分音节的时候 阿的后面砍一刀 然后们是一个 们是一个 那用了一个什么规则 当你有一个辅音的M 加在两元音之间的时候 那么辅音是归后面走 稍微写一下 如果你碰到一个元音 加一个辅音 再加一个元音的话 元音归后面走 当然我们有时候 会打破这个例外啊 我们可能会有奇形怪状的 其他情况 因为有其他的规则 我的 GRA FE GRA FE GRA 一个 然后 肥 一个 后面这里分开 就是因为我们的F 加在两元音之间 归后面 而前面的话 这两个你不能分开 这两个是可以合在一块发音的 所以 这两个是可以合在一块发音 如果你真的把这里分开了 那第一个就是辅音 光是辅音 构不成音节 光是辅音 构不成音节 如果你要说用到了什么规则 比如第一个 这个音节再用了一次 那这个规则再用了一次 原因辅音 原因辅音归后套 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 这个成串的辅音 成串的辅音 也是可以连续发音的 而不是要分开 往下面走 下一个是 S HATOS S HATOS 这个可能有一点点的争议 就是书本上提到 有些辅音可以连续发音 而这些辅音 什么时候可以连续发音 让你查一查字典 在字典里面 你确实能找到 要以这两个开头的单词 以这两个作为单词开头的单词 那如果按照书本的说法 这两个就是可以连续发音的 那这么几个情况下 你第一道是砍在这 然后S HAT 然后TOS TOS 其中的TOS 这个T 跟着后面走 根据我们第一条规则来 然后S H 这根据第二条规则 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连续发音的 我好看 CARDIA CARDIA 那对于它来说 我们有一条新规则要用了 当有两个辅音出现 两个辅音出现 除非是可以连续发音像上面这样 否则一般情况都是要分开 所以第一个音节是CARD 第二个音节是D 小心不是D 是D 然后第三个音节是A 为什么不能是D 是一个 因为我没有这个样子的双元音 不存在这样的双元音 所以不存在说 D 这样子一个 虽然感觉英语还行 那 这里又用到了一条规则 是吧 当你有两个辅音并排出现的时候 辅音跟辅音之间 是要分开的 然后 两个辅音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是上面这一条的 一个衍生的规则 当你的两个辅音在一块的时候 辅加辅 那这个时候是要分开的 阿卡第五 Pneuma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就跟我们的G一样 是可以连续发音的 所以中间不能分 那L 再加一个M 用的规则跟这个 第二个 Graphy 其实很像 下一个 Prophetes Prophetes Pro是一个 然后 Phetes Phy一个 Tese一个 没有用到更多新鲜的规则 我这里就不去习说它了 第七 Sab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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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B 用到第四条规则 中间看开 然后八一个 通一个 下一个 Ang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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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G之间 断开 Gelos G一个 Los 一个 Los 一个 好 再看 Anthrobos Anthrobos 其中最有意思就是这里有三个辅音 三个辅音 那一般是第一个砍开 然后后面两个可以连读 一般是 Anth 然后 Through 然后 Pause Pause 你如果要去查字典的话 你看一看 有没有 Zither 开头的单词 肯定是找得到的 这两个是可以在一块 Od 下一个 Berry Bateo Berry Bateo Bege Rege Bege Tege O 好 这就是分音节的事情 就说到这么多 下面的诵读的话呢 太长了 我这里不打算 整个给你读下来 如果我能找到它的音频的话 到时候 如果你想要音频 我可以给你一份 在这里 我只是演示一下 它的标题 和第一节 也就是1.5节 标题是 标题是 Johannu Alpha Johannu Alpha 这是什么 Johannu是约翰 当然如果我们以后学了之后 你会知道它是个属格的约翰 约翰德 然后后面的Alpha是1234的1 约翰一书 好 来看1.5节说 这一单元的我们就先说了这么多练习 下车遇见 下车遇见 好 感谢观看